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由于连续录制 目前年度五强已经正式单身 以下是具体的五强名单 宋宇宁 单英纯 潘红 斑马 森林 曹阳 通过五强名单我们可以知道的是 李建战队最终成为了最大赢家 而导师对决赛 拿下了最强战队称号的西凌峰战队 最终只剩下曹阳一个人进决赛 李宇春和李荣浩战队也各自占一人 虽然五强选手都是实日明归的结果 但是如果我们回顾到整个淘汰历程 会发现有五人各个一难评 接下来我们就具体的盘点一下 第一位赵子化 十八禁九被淘汰的赵子化 是编者个人最喜爱的选手 本来以为是成熟歌手的赵子化 能够顺利到进入到决赛 但是没有想到最终却直不在了九强 赵子化被淘汰只能够说明 老牌选秀回国肉 在这个舞台上面不受欢迎 并不能够证明其水平不够 赵子化代表作可乐 近日正式被王源在我们的歌上面翻唱了 这也再次证明了赵子化的创作才华是备受业内认可的 无疑赵子化在本届好声音的早早淘汰 是最令人意难平的 第二位傅信尧 傅信尧是七进五的时候被淘汰的 前期比赛傅信尧曾经连续三次击败了高锐 论唱功和声音可塑性 傅信尧甚至不输于善一纯 在前期比赛当中 更是被无数的观众们视为是冠军候选人 本以为救到七强的他能够顺利到决赛 不曾想到的是却在七进五意外出局了 虽然傅信尧的人气比不上山淳淳 但是在很多时候的专业乐评人的眼里 傅信尧的实力其实更为全面 这样的一位真正的实力派进不了总决赛 无疑是观众的损失 第三位贾一腾 贾一腾同样是七进五的时候被淘汰的 作为本期节目的原创学员之一 贾一腾用《走》《黄昏行》等优质的原创歌曲 获得了无数观众的喜爱 论人气他不输于进入决赛的宋雨宁 但是没想到更为优秀的贾一腾却止步在了五强 对于观众来说 在本季的原创选手当中 相信大多数人都会选择虎头贾一腾进决赛 而不是宋雨宁 第四位高瑞 十八进九被淘汰的高瑞同样是十分可惜的 虽然高瑞在唱歌各方面都还需要提升 但是在前期比赛当中 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他的进步 老师对决赛演唱的一首世界上不存在的歌 算得上是本季节目当中最受欢迎的曲目之一 这样一位实力和人气兼备的选手 没能够进入到九强无疑是相当一难评的 第五位苏伟 苏伟是久近期被淘汰出局的 如果抛开音乐性光弹声音 那么苏伟则是真正的中国好声音 凭借清澈干净的音色 以及童话顺 浮光绿影台等歌曲的高水平演绎 苏伟获得了无数观众的喜爱 这样一位真正的好声音 最终没能够进入到决赛 对于观众来说是遗憾的 以上便是已经淘汰选手当中最令人一难评的五人 虽然很令人遗憾 但是选秀比赛就是这样 不可能每一场胜负都符合所有的观众意愿 有时候运气可能比实力更为重要 但无论怎么样 以上五人会被好声音的忠实观众永远记住 在此我们也祝福他们未来的音乐道路越走越好 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天 他们会以更好的自己和我们见面 圆字幕志愿者 平明天 圆字幕志愿者 平明天 百一大 获得多久